乌克兰总统泽林斯基在夜间视频讲话中表示 周一 俄罗斯导弹袭击了乌克兰南部城市克里沃罗格 造成至少6人死亡 其中包括一名10岁女孩和她的母亲 她将家乡遭受的袭击描述为恐怖主义 并补充说超过350名紧急和公共服务人员参与了救援行动 泽林斯基说 根据我军的初步数据 这两枚导弹是从暂时占领的克里米亚境内的战科伊地区 向克里沃罗格发射的 这一次又一次证明 为了我们城市的安全 为了保卫乌克兰人民 我们的孩子的正常生活 我们的军队需要拥有足够的远程武器和装备来击败恐怖分子 然后当地倒下者站的一个问题 就足了则ik